道心坚定取经路 丈难从生不言苦 弘法度众信愿行 出离轮回靠会命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什么事情都要适中 所以佛法说 中庸之道 师父还说 昨天跟你们说敬信 今天跟你们说 不要迷信 迷信会让你忘记 你自己的智慧德能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 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学习白话佛法 第七册 第三十六篇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摘录 要懂得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这个法 是你在人间要做的事情 所以心很重要的 分享 前几天参加了一次共修 有很多人 结束后觉得非常累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心里起了疑心 怀疑自己受到了复杂气场的影响 向一位师兄请教 他告诉我 我想的太多了 哪怕即便在参加的人中间 有些人可能气场不好 但是他们毕竟来接触佛法了 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事情 这句话让我头脑一下子清醒 并且也很感动 师兄 师兄真的是以菩萨心 在看待众生 仔细回想一下 自己共修时的心态 也是截然不同的 有时即便会受到一些影响 也会提起正念 专注弘法 能量满满的 但也有时会去考虑很多情况 担心自己会受到影响 真的也就是 白话佛法说的这句话 心生种种法生 心灭种种法灭 一切都是这颗心在主使 正见正思维 正念正定 才能偏心不亲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自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弟子刚刚开始修心灵法门时 家里还没条件设佛台 弟子每天早晚只能上心香 向佛菩萨请安和念经 所谓心诚则灵 头上三尺有声明 心灵法门真的真实不虚 从观音堂请了学佛书籍 和念诵经文组合小房子 回家后的第二天清晨 大约六点多 天还未亮 阵阵檀香味 把我从睡梦中唤醒 看看丈夫还在睡觉 走去楼下 查看丈夫的传统佛台也没上香 但是整个房子就是充满着檀香味 突然我想起观音堂的义工告知 如果菩萨来家吃你时 你就会闻到檀香味 我顿时觉得法喜充满 赶快梳洗干净 上新香念早课 遇到障碍和想懈怠时 就会想起大自大悲观世音 菩萨的檀香味 把我唤醒念经 时时记住初始心 常常念着菩提心 弟子设佛台的缘分 终于在去年到来 供修会的师修们 祝缘结缘帮助我设好佛台 弟子无比感恩大自大悲的观世音 菩萨师父和心灵法门师修们 弟子一定坚持 好好学佛念经 修心修行 自度度人 感恩同修的分享 下面这位马来西亚同修分享道 师兄大家好 大概在两三个月前 我因为持续好几天胃很不舒服 于是我就许愿念一波21张小房子 针对我的胃部 念21遍礼佛大忏悔文 放生200条鱼 心灵法门的四大法宝 许愿念经 放生 集度白化佛法 真的很灵验 我的胃部已经恢复正常了 感恩 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和萨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师修们 想起三年前 在我身体出现大问题 无法得到有效医治 全身浮肿 一只浮肿的 关节难以弯曲的节骨眼上 有幸遇见了现在的法门 遇见了师父 师父的慈悲 像父亲一样 温暖了我缺爱的心 师父的尊尊教导 让我反省 我无助地求菩萨 救我脱离苦海 让我的手脚可以弯曲 关节不再肿胀 可以跪在佛台前忏悔 我知道我做错了好多事情 因为劣根性强 还是很久 悟不到我错在哪里 同时无名习气 经常让我口无遮拦地造口业 设佛台后 我许愿终身吃素 放生万条鱼 在师兄们的帮助下 放生一万条鱼后 全身浮肿全消了 自从开始深学白化佛法 我慢慢地领悟到 师父的白化佛法里面 做人的道理 原来我是多么欠缺 缺爱的家庭 影响到我自己自私自利 也不会爱别人 自从深学白化佛法后 又有红法的机会 让我终于明白了 付出原来是那么快乐 让我每天都精神抖擞 生活充实 现在的我 跟着慈悲的师父 跟着静静的师兄们的脚步 一直往前 许愿用宽容包容之心 去帮助众生 付出我力所能及的一切 好好表法 现身说法 每天鞭策自己 知行合一 尊师重道 不忘初心 以门精进 永不退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农场主 在他的仓库里 放了一个老鼠夹子 老鼠发现之后 去告诉了母鸡 母鸡看了看老鼠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它要夹的是你老鼠 你自己小心吧 说完母鸡 呱呱呱呱呱呱呱 走了 老鼠又跑去 告诉肥猪 肥猪淡淡的说 哦 这是你的事 它要抓的是你老鼠 你还是自己小心为好吧 说完慢悠悠的跑了 老鼠又跑去 告诉大黄牛 大黄牛表情冷漠的说 你见过老鼠夹子 能夹死一头大黄牛吗 它是夹你的 祝你好运吧 说完骄傲的走了 后来老鼠夹子 夹到了一条毒蛇 晚上女主人到粮仓里 取粮食的时候 被这条毒蛇咬了一口 并住进了医院 男主人为了给女主人 补身体 把母鸡杀了 女主人出院之后 亲戚朋友都来看她 男主人把肥猪宰了 招待客人 为了给女主人看病 欠了很多钱 没办法 男主人把大黄牛 卖给了屠宰场 宰了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大家 人活着是相依相存的 我们人不能自私的以为 什么事情都和自己没有关系 等有了联系就有了关系 有了关系就产生了联系呀 我们学佛人不管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 要经常为别人着想 不要自私的抱着和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 学会慈悲别人 维护团队 就是能够让自己受益 成就他人的人 一定能够成就自己 能够舍弃小我的人 就能够成全大我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吃得多 肠胃不好 想多了 脑子不好 身体累多了 健康不好 抽烟多了 免疫系统不好 喝酒多了 肝脏系统不好 钱多了 多花钱和被骗机会多了 享乐多了 作孽多了 生气多了 烦恼多了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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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